离开了渣男的你,后来怎么样了? 离开渣男后,我花二十六块钱包了个小白脸,一米八多,身高腿长,白白净净,后来这货成了我的男朋友。 我是王卡卡,一个垃圾。 一切都要从那个疯狂曝我的前男友说起。 渣男牵着总经理女儿跟我提分手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跟我在一起过,会成为你这辈子的荣耀。 因为你再也遇不见我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总经理女儿一直低头玩手机,临走前瞥了我一眼,像在看一只垃圾桶旁的流浪猫。 我跟他是大学同学,毕业一年后在一起。 我陪了他四年,一千四百多天,给他做了无数顿饭,陪他熬了无数个夜,互相见过父母,最后换来一句嘲讽。 确实,他挺优秀的,农村出身,两年做到主管,四年做到总监。 如今被总经理女儿看上,再过三年,坐上副总的位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恋爱过程中,他就不断打压讽刺我,身高不到一百六十,体重一百一十五,像个熊,干了这么久才升到组长,能力太差。 你能找到我这样的男朋友,肯定是上辈子积得得。 以至于,刚分手时,我陷入了自我怀疑,我是个垃圾,我不配有人爱我。 明明是他劈腿,错的是他,受伤的却是我。 我看着他朋友圈里和新女友秀恩爱的动态,越看越怀疑人生。 我请了半个月的长假,在出租屋里休养,把卸载了很久的王者又吓了回来。 但由于技术太菜,游戏越玩越生气。 闺蜜间室友小芋头跟我说,姐妹,你这技术还是找个赔完吧,别自己一个人整出抑郁症了。 我,啥是赔完?小芋头,就是你花钱找一个高手,带你躺赢,还能陪你聊天,逗你开心呢。 躺赢?我这辈子还有躺赢的机会吗? 小芋头给我推荐了一个赔完软件,我在上面随便选了一个下单,26元一小时。 组队,连麦。 这家伙一言不发,先选了个凯爷。 我默默选了个本命,王昭君。 不对啊,明明小芋头跟我说,赔完带上分,还贼贴心,负责逗我开心,怎么跟个闷葫芦一样。 我以为没开麦,试探性喊了两句。 喂,哈喽,阿尼哈萨喽,萨喽哪了? 闷葫芦终于说话了,能听到。 全程就这一句对话,我走中路,他走上路。 我技术太菜,他时不时过来支援。 但每次过来,都顺便蹭我一波冰,再抢一个中路人头。 连扛着金币袋子的小野怪都不放过。 他的经济肥得像黑土地,我的经济贫瘠得像大哥壁。 最后赢了,但看到结算页面的时候,本姑娘当场崩溃了。 失恋的痛苦和游戏中的侮辱交织在一起,我嚎啕大哭。 闷葫芦明显慌了神,怎么了? 我,呜,呜呜,你蹭我冰线就算了。 但是,你一个上路战士,你TM打出一个银牌中路,你还是人吗? 我不管,我要退单。 呜呜呜,闷葫芦,可是,你大都往自己塔里丢。 我不过来,咱们铁定输啊。 我因为哭得太猛,开始打嗝。 呜,我不管。 呜呜,就是你蹭我冰线,而我才发育不起来。 你给我退钱。 闷葫芦,游戏而已,不要太认真嘛。 我更委屈了,为什么所有人都欺负我? 闷葫芦话开始多了,谁欺负你了? 我,我前男友欺负我,我同事欺负我,连花钱找,陪完打游戏,陪完都要欺负我。 接着,闷葫芦带我开了一把普通局,一直安慰我。 我就当你小跟班,你怎么打开心就怎么来,咱不管输赢。 我开始了肆无忌惮地作死,买上复活甲,跑到对方泉水里放金身。 我选大桥,他选中奎,把对方程咬金拉到我方泉水一秒游。 我终于爽了,但一看时间,已经超了一小时。 我问他,超时了,要加钱吗? 他,加啥钱? 我,我二十六块钱一小时包的你,现在两小时了,我应该再给你二十六。 他,那,那你加我微信转给我吧。 我,我感觉你挺会聊天的。 他,我感觉你挺可爱的。 和刘渣男在一起后,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来自异性的肯定。 我对着梳妆台上的镜子看了看,原来,我也挺可爱的嘛。 他没收,反而直接问我,你刚刚说,你前男友欺负你,怎么回事? 我,不想提他。 他,不想提说明你还喜欢。 我,不可能。 那种渣男,其实我自己都不敢说我已经忘了。 我,我就是懒得打字。 他,那我们可以语音啊。 我,要加钱吗? 我半个月没上班,马上要交房租了,再来二十六我吃不消。 他,不用,你跟我聊,我给你二百。 我眼睛一亮,吐槽居然还有收入,本公主可以吐到你破产,真的吗? 他,赔完是我的兼职,我另一个工作是编辑,就当买你素材了。 我说,行。 我知道他瞎扯,但我还是信了。 反正,我正需要一个倾诉对象。 我跟闷葫芦讲述了我和刘渣男的一切。 闷葫芦总结了一句,傻姑娘,你被破了。 他通过不断的贬低和打压,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对他产生仰视。 直到分手,虽然是他劈腿,你还一直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甚至以为自己以后也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男人了。 干,闷葫芦这一番话让我清醒了。 刘渣男就是个狗啊,自己牵着经理女儿奔赴远大前程,还不忘把我往沟里踹呢。 闷葫芦又说,我估计,他自己也觉得,跟经理女儿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用这番话让你先难受着,一旦有问题,他还能随时回你这。 我,那我不就是备胎吗? 闷葫芦,是这个意思。 天杀的刘渣男,我在看见他一定要徒手撕了他。 我听说,总经理女儿原先是被安排跟他们公司董事长公子相亲,但是董事长公子因为疫情一直没回国耽误了,所以让刘渣男趁虚而入了。 他们董事长公子一回,估计刘渣男就悬了,所以在我这还留一手。 但是,管他呢? 我也有愿意陪我打游戏,听我抱怨,还倒贴我二百块的闷葫芦啊。 当晚,我沉浸在闷葫芦的那句可爱停价中不能自拔,失眠了。 第二天,我决定提前结束假期。 我得赶紧工作,赶紧让刘渣男滚出我的世界,拥抱温柔善解人意的闷葫芦,走向新生活。 上班期间,闷葫芦的声音时不时就出现在我耳边。 我想看看闷葫芦的朋友圈,却发现自己被屏蔽了。 我很失落,果然网络还是靠不住,自己掏心掏肺,对方连朋友圈都不给看。 哎,我可以去接单平台看看他的账号动态。 我去接单平台一看,纯纯一个被生活压完了几辆的小牛马。 动不动就是,各位老板来个单吧,孩子中午泡面肠都加不起了。 还有几条,老早发的,elderditch的,啥单都行,牵屁也行。 我看不懂,只好发给小芋头翻译。 小芋头秒回,你开始玩这么大尺度了。 我,什么鬼? 这怎么就大尺度了? 小芋头,这句话的意思是,绿色的黄色的单都可以接,绿色的就是纯打游戏。 聊天,黄色的就是成人尺度。 千屁的意思是磕炮,就是电话丢爱。 靠,这闷葫芦,自己为了钱都卖身了,昨晚还给我发二百。 我对闷葫芦的喜欢,添上了一丝心疼。 晚上,我又和闷葫芦打了微信语音。 我告诉他,我已经开始上班了。 决定早日重新开始,找个比刘渣男帅,比刘渣男优秀的男朋友,气死他。 闷葫芦对我的行为表示赞同。 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他,你朋友圈干嘛屏蔽我? 他说,好友太多了,把你分错组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好了。 我点开他的微信,果然,能看动态了。 我,我叫王卡卡,你以后叫我卡卡就行。 闷葫芦,你叫什么? 他,我叫周易,你继续叫我闷葫芦就行。 他那边传来一阵电话响,他,卡卡,今天先这样吧,有时间再聊。 我刚聊起劲,哪能这就结束?不行,你忙啥,不就是接单吗? 姐姐给你三十一小时,只需要聊天,不需要干别的,不比你打游戏一小时二十六相吗? 闷葫芦沉默了一会儿,也对,那我们继续吧。 我,你对每一个下单的顾客都这么好,暧昧吗? 他,不是,严格来说也是,我有点失落。 哦,那天,我们一直聊到深夜。 在梦里,我遇见了他,一个高个小白脸,向我求婚。 便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卡卡,你睡觉打呼。 我赶忙赚了一百八十给他,并备注,注意身体。 他依旧没收,回了个,好的。 我敢肯定,他爱上我了,宁愿出卖身体换钱,都不收我的血汗钱。 我不嫌弃他穷,被刘渣男伤过后,我觉得陪伴理解,比一切都重要。 第二天上班,我开始像素及分析周易的朋友圈。 看完后,我裂开了。 峰会,酒庄,跑车,别墅,我对小芋头说,我可能又遇到渣男了,这次还是专业级别的。 小芋头,为啥? 我,这个陪玩,在陪玩平台天天喊穷,还出卖身体接单挣钱。 但是朋友圈,今天这个酒庄,明天那个峰会,妥妥付二代人设呀。 这不就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一群造人设泡妞的渣男吗? 难怪他一眼看穿了刘渣男的破套路。 小芋头,铁定是了,你除了下单,可千万别跟他有别的接触。 我看了看他没点的那个转账,这小家伙,还懂得放长线钓大鱼。 临近下班,我又点开了他朋友圈,发现他发了一张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峰会图,定位就在我公司附近的一个大酒店。 看到这张图,我又想起了刘渣男,因为他就是这个行业的。 我摇摇脑袋,不想他,不想他,闷葫芦才是重点。 就在这时,手机跳出一条信息,卡卡,你就在这附近上班呢。 我才想起来,我刚刚发了一个奶茶的朋友圈,也带了定位。 我,对啊。 闷葫芦,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说完,他给我甩了一个定位。 我陷入了纠结,到底去不去? 去,怕被骗。 不去,又抑制不住好奇。 他到底是谁? 他是不是骗子? 他长得有梦里那么帅吗?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理智。 如果是一场骗局,就让他见光死吧。 定位的地方有两个餐馆,一个是减餐盖焦饭,对面是一家高档粤菜。 以闷葫芦在街单平台展示的真实消费水平,肯定是减餐没错了。 如果是进粤菜馆,那他百分之百就是酒拖了,来占我钱的,老娘提起高跟鞋就跑路。 我坐在盖焦饭门口,给闷葫芦发消息,我到了,在餐馆门口。 蛋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就是我了。 闷葫芦,好的,我这边处理一个合同,马上就到。 我心想,啊,演戏挺专业,你一个赔完签什么合同,卖生气啊。 正想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熟悉的步伐,这熟悉的声音,身边那位熟悉的女孩,是刘渣男和经理女儿没错了。 居然真的是在这开个峰会,刘渣男也来了。 我低下头玩手机在心里祈祷,渣男看不见我,渣男看不见我,渣男看不见我。 但脚步声越来越近,该来的渣男还是来了。 哟,卡卡,你也在啊。 我想故意气她。 嗯,等男朋友。 刘渣男,你不是最讨厌菜浇在饭上吗? 我,我现在挺喜欢。 刘渣男,不过也是,这家粤菜清淡,但人均五百。 你现在找的男朋友,也只能带你吃盖浇饭咯。 我,只要不跟渣男吃饭,我吃啥都香。 刘渣男,如果觉得不合胃口,可以来粤菜馆,你们的单我可以买了,不用谢我,我这个级别,餐食都公司报销的。 毕竟是我前女友,也不能太落魄。 刘渣男又转身问了问经理女儿,宝贝,你不在意吧? 经理女儿,无所谓了,就当给小区流浪猫捐猫粮了。 我彻底怒了,正要发作,身后有人喊我,卡卡,是你吗? 一回头,我人傻了,一百八十的身高,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棱角分明的脸,精致的发型,身上散发着高级木香古龙水味道。 比我梦里的小白脸,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你是闷葫芦。 他笑着点点头,对,我看你黄色裙子加卷发,就知道是你。 他笑起来的时候,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太甜了,甜到我想在他酒窝里装满蜂蜜,在里面裸泳。 刘渣男牵着女朋友走进月菜点,我的怒火被闷葫芦的帅气和温柔浇灭了。 闷葫芦领着我走进月菜馆。 我心里一紧,穿这么帅,又没多少钱,进这种馆子。 这并不会是酒托吧? 进去挑跪的一通狂点,然后让我爹。 可是我一抬头,看到他这张帅脸,又想起自己那猪狗不如的前男友正在里面作威作福。 不管了,咬咬牙,这一次被宰我也认了。 闷葫芦,刚才那人是谁? 我,刘渣男。 闷葫芦,他就是刘渣男。 真是普通又自信啊。 闷葫芦特意挑了一个二楼VIP亚座,正好在刘渣男右上方,我们可以俯看刘渣男。 而刘渣男抬着头也能看见我们。 刘渣男挑衅地问, 哟,卡卡,没走错吧? 我装作没听到,低头看菜单,VIP低销两千。 干,十天的斑白上了。 但是为了气渣男,值了。 闷葫芦接下来的操作,让我肝胆剧烈。 闷葫芦拿起菜单,专挑贵的点,最后还整了平五位数的红酒。 我在桌子底下的腿已经抖得比筋膜枪还狠了。 闷葫芦点菜的音量故意控制在下方刘渣男也能听到的程度。 刘渣男的脸色越来越差,点到最后那瓶红酒时,刘渣男的脸绿了。 他给我发微信,别死要面子,信用卡刷爆了,可没人给你还。 我,你还有脸提信用卡,我的信用卡哪次不是为了你刷的。 你报客,你买电脑,你买设备。 他,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你们才第一次见面。 这样点菜的不是酒托,我刘明两个字倒着写。 我,我网卡卡的是,不需要你这个劈腿男来管。 刘渣男没再回复,服务员也好像提前收到通知似的。 每道菜上来,都用恰到好处的声音报一遍菜名。 我们在楼上海鲜,山珍,红酒点了一桌,刘渣男在楼下虾饺,长粉摆了一桌。 可能是面子上挂不住,刘渣男点了个龙虾。 服务员说,没有。 刘渣男又点了个鱼子酱蟹粉芙蓉,还是没有。 刘渣男,刚刚他们才点过。 服务员,那是最后一份了。 刘渣男把菜单一摔,什么垃圾店,要什么没什么。 服务员,先生,请您文明用语。 刘渣男,你们服务不到位,还怪我说脏话。 服务员,先生,我们属于按流程服务。 如果有意见,您可以向经理投诉。 刘渣男开始大闹,把你们经理叫来。 好一通折腾,我和闷葫芦也快吃完了。 红酒我喝了大半瓶,我怕待会儿挨仔,起码得把本喝回来。 我晕乎乎地问闷葫芦,这酒没喝完能带走吗? 闷葫芦,干嘛要带走? 可以存这里,下次来再取来喝。 好了,可以确定,这根本是酒托没跑了。 我看了眼账单,如果给,我的存款勉强能付单。 如果全部我付,估计我得在这家店洗半年的盘子。 刘渣男还在底下故意找茬,闷葫芦看不下去了, 对刘渣男说,实在想吃,要不一起来我这桌。 真是人质见责无敌,刘渣男居然真的跑上来了。 他指着闷葫芦的鼻子骂,臭酒托,轮得上你说话吗? 又转过身,王卡卡,你这样做见自己,我高兴还来不及。 也不撒泡尿罩罩,就你这货色,能有真正的高富帅看上。 你就是个贱,我一句话也不想和他说,自顾自家菜。 刘渣男恼羞成怒,把白色的捉不扯了,菜,酒,茶撒了一地。 一个茶杯直直地砸在我脚趾上,我蹲下身捂着脚趾丝丝直叫。 闷葫芦立刻起身,一个琴拿把刘渣男的头按到都是菜汤的桌子上,喊饭店的保安服务员上来。 我看着刘渣男被按在桌子上变形的脸,大快人心。 酒店经理也上来,闷葫芦对他说了几句话,酒店经理点点头。 刘渣男被带到楼下后,经理对他说, 刘先生,由于您用餐期间多次无理取闹,眼中影响店内经营, 并致其他时刻受伤,所以本店决定将您拉黑。 从今天起,我司全国所有门店将不再接待您。 刘渣男还想发作,他女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 好了,别丢人了,不就是一个拜金女吗? 你就那么放不下? 刘渣男低头,不敢顶嘴,拉着他的手,把他拖了出去。 服务员过来帮我们重新准备了一桌饭菜。 我流着眼泪,一个人喝了一瓶红酒。 等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酒店床上,已经是深夜了。 闷葫芦坐在一旁玩王者。 我拿出手机打开支付宝问他,说吧,多少钱? 闷葫芦,什么多少钱? 我,午饭啊。 闷葫芦,我请你。 我,不行,那是你辛苦,出卖色相和技术换来的,我不能白吃你的。 闷葫芦,谁告诉你我出卖色相? 我翻出接单平台上他发的动态。 他笑笑,傻姑娘。 这个接单平台上的号,不是我的。 我,那是谁的? 他,那天我去乡下老家办事,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接了你的单, 但是他自己微信接的私单又没结束。 就叫我帮他处理一下,然后我就带你打了几把喽。 一切疑问都解开了,难怪他一句话不说,还抢我兵线,还一直不收我钱。 难怪,那天我问他,是不是对每个顾客都这么暧昧? 他说不是,但也是。 因为他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顾客。 我,那你的真实身份是啥? 他,一个技术工人。 我,那你请我吃那么贵的饭,还有这酒店,也是我们本事最贵的吧。 他,饭店我有股份,酒店别人订的。 我,你有股份。 他,对啊,不然怎么能让流渣难点什么没什么, 还能让服务员故意把菜名报给他听,还耐把他拉黑呢? 我,这些都是你设计的呀。 他,对啊,喜欢吗? 谁让他欺负咱们卡卡? 我跳起来像个树懒挂在他身上,太喜欢了。 闷葫芦僵住了,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行为有些过激, 立刻松手整理好自己的黄裙子和卷发。 那天晚上,我们又聊了一夜,我和闷葫芦一起睡的, 我在床上,他在沙发。 一睁开眼,我就看到小芋头给我发的消息。 卡卡,昨晚流渣难来了,在出租屋里坐了会儿, 还跟谁打了个视频,我怀疑他不安好心,你当心点。 还有我爸和我妈的好些个未接电话。 我赶着去上班,昨天下午矿工,今天还得去处理,也就没有多想。 谁知道,我刚在公卫上坐稳,就接到了老爸的视频电话。 爸,我和你妈一夜没睡,我们还以为你死在酒店了。 我爸怎么知道我去酒店了? 我,爸,我好好的,在公司呢? 爸,别装了,小刘把照片都发过来了。 败坏家风啊,你对得起小刘,对得起父母,对得起你自己吗? 我听得一脸猛逼,爸,刘渣难跟你说什么了? 说了半天,我终于理清楚了。 原来,昨天刘渣难被赶出饭店后,把女朋友送回公司, 自己又回到了粤菜馆门口。 看到闷葫芦把我带到酒店,他拍了个照, 然后回我出租屋跟我爸告状。 我彻底死心了,我带他见我父母,是因为爱, 而他把这种爱当成了把柄。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我爸,我爸不信, 他说,你别跟我编故事,我相信小刘的为人, 今年过年,必须小刘跟你一起回来。 我把电话挂了,刘渣难又假惺惺发了个消息过来, 卡卡,我真心只是希望你注意安全。 我毫不犹豫把他拉黑了,他在我这儿没有真心,只有恶心。 我把这事告诉了闷葫芦。 闷葫芦说,一看就是老渣男了,这一步,让你重判亲离,只能依靠他。 我,我才不要依靠他。 闷葫芦,当然,你还有我吗? 我,你是我啥? 闷葫芦,我是你男,男性朋友。 我,那不管用,我要男朋友。 闷葫芦没回。 风平浪静地过了一阵子,刘渣难没来打扰,爸妈也没再问。 五年不联系的大学班长发消息,说要组织毕业五周年同学聚会。 他大概不知道我和刘渣男已经分手了,还特意说,这次场地和宴席都是刘明安排的,嫂子你肯定会一起来的吧。 我回,看情况吧。 晚上打游戏时,我跟闷葫芦说了这事。 闷葫芦忽然来劲了,去呀,必须得去。 我,我不想见他。 闷葫芦,你傻呀,越是这种场合,越适合对付这种渣男。 我,我一个人去让他看笑话吗? 闷葫芦,我陪你一块去。 早早来到了我楼下,从车里拿出几套礼服,三个包包。 闷葫芦一边催我事,一边抱怨,时间太赶,做不了高定,只能勉强买成衣了。 也不知道你喜欢哪种包包,就都拿来了。 我挑了一件纯白的裙子,很意外,尺寸居然刚刚好,配一个老花包包。 因为刘渣男负责会场组织,所以他是最早到酒店的。 当他看到我和闷葫芦从911上下来时,眼神恍惚了一下,但很快恢复。 刘渣男瞪着闷葫芦说,你好。 闷葫芦大方帝迎上去,握了个手。 刘渣男柠檬精上身,卡卡,租车租包不少钱吧。 这个酒托,还请得起呢? 我正要回,闷葫芦替我挡回去了。 刘先生,您看那边来了几位同学,先去招待吧,这边就不麻烦您了。 刘渣男,哼,假的终究是假的。 自欺欺人。 不过,刘渣男一向抠门又计较,怎么突然间承包搬上几十位同学的餐食? 不管了,只不定傍上总经理女儿性情大变了。 走进会场,同学们看到我身边的闷葫芦,都惊了。 首先,是因为他们大都以为我还和刘渣男在一起。 其次,是因为闷葫芦实在是帅得太扎眼了。 最后,就是我的裙子荷包。 被这样盯着,我也有些不自然。 打心底,我是不喜欢招摇的,但是闷葫芦说,在老同学面前一定要把刘渣男压下去。 我客气地跟大家打招呼。 几个和刘渣男关系好的同学阴阳怪气地问, 哟,卡卡现在是开着宝石节,背着刀尾包,就把老刘甩得不见踪影了呀。 这个刘渣男,居然在同学圈和我爸面前,都编了同一个故事。 我这才反映过来,各位同学眼神里不是惊讶,而是鄙夷。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被情感骗子勾引,打肿脸充胖子的虚伪女人。 我表现得越亮眼,在他们眼里就越虚伪。 我带着闷葫芦在边上找了个位置坐下,结果,直到上菜,我和闷葫芦这桌,都只有我们两个人。 毕竟刘渣男买单嘛,大家肯定向着他。 菜一道一道上,刘渣男带着班长和女朋友,一桌一桌敬酒,活向他的婚礼现场。 我如坐针毡,闷葫芦倒是一脸惬意,不停地拿着手机拍照。 我拉着闷葫芦的手说,要不咱们走吧,我不想待这了。 闷葫芦胸有成竹地笑笑,走什么走,该走的是刘渣男。 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这必哪来的自信? 刘渣男故意最后来到我们桌,两位,招待不周多淡待。 闷葫芦,哪里哪里,我们两个人吃一桌菜,应该是待遇最好的。 刘渣男,不介意就好。 闷葫芦,不过,多少有些浪费啊,我看那边还空了几桌。 刘渣男,同学聚会吗?难免有些同学有事来不了。 刘渣男女朋友抢着回答,到了我们老刘这个级别,吃饭还需要自己请吗? 这位开911的帅哥,不会连走工账都不懂吧? 闷葫芦,哦哦,吃饭不用花自己的钱啊,难怪刘总这么大气。 刘渣男举起一杯红酒,来干杯。 我刚站起身,举酒杯,刘渣男一碰班长的手肘,满满一杯红酒,撒在我的裙子和一旁的包包上。 我正要发作,闷葫芦一把搂住我。 班长立刻道歉,卡卡,真不好意思,我这,所有同学都看着我们这桌。 刘渣男在一旁假惺惺,故意提高音量说,老班长你可真是的,你让人家卡卡一会儿怎么把租的包包和裙子还回去。 周围挤桌的人纷纷起哄大笑。 闷葫芦站起身,拍了拍班长的肩膀,兄弟,没事,这些东西家里多得事。 刘渣男站在闷葫芦身边,兄弟,这播装得可以。 希望刷卡的时候,不要哭。 闷葫芦小声说,放心,我肯定不哭。 希望一会儿,你不要哭。 刘渣男带着女朋友和班长要走,闷葫芦拍了拍他女朋友的肩膀,你是李妍。 刘渣男女朋友点点头,你怎么知道? 闷葫芦说,没事,我听卡卡说的。 你们先忙。 刘渣男忙活完,又在台上开始了演讲,大家能来参加这次同学会,我很开心。 举办这次同学会的本意,是为了让大家以最真实的状态回到大学时代,而不是为了攀比,炫耀。 说到这里,刘渣男略带深意地看了看我和闷葫芦,同学们的目光也齐刷刷头来。 最后,刘渣男还不忘给自己拉业务。 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况。 目前我在本省龙头企业周城电子有限公司做销售总监,大家有相关的采购需求,都可以跟我联系。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李妍是我们公司总经理的千金,也感谢她对我操办这次同学聚会的支持。 那么,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希望大家吃好喝好。 刘渣男停顿了一会儿,我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她又拿起麦克风,指着我和闷葫芦说,大家都看到了,现场有一对年轻有为的情侣。 现场一阵哄笑,相信大家也很想听卡卡分享她的工作,两位也应该不会吝啬吧。 所有人像看猴一样盯着我们,我坐在椅子上不知所措,闷葫芦牵起我的手,大方帝走到台上,大家好,我是卡卡的男朋友,我叫周易。 我现在是个普通技术工人,卡卡现在在一家设计公司做组长,台下所有人都开始大笑,甚至有几个开始吹口哨,窃窃私语,技术工人租保时捷,得半年工资吧。 还得是卡卡牛逼,半个假富二代啊。 但闷葫芦接下来说的话,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 刚刚刘总有提到一个公司,叫周成电子有限公司,是的,跟我同姓。 这不是巧合,因为周成是我爸爸。 台下有人窃窃私语,吹牛不打草稿。 刚刚刘总还提到,他女朋友是李妍,是我李叔的女儿,我本来回来要跟他相亲的。 闷葫芦望着李妍问,你爸应该跟你说过吧。 李妍满脸通红。 刘扎男一看情况不对,冲上去要抢话筒,我看你小子喝多了吧。 闷葫芦人高马大,练过琴拿,一把又把他按在发言台上,眼镜磕碎了一边。 刘扎男在台上大喊,快叫保安。 众人蠢蠢欲动。 李妍冲上台,我爸给我打电话了,他真是董事长儿子。 刘扎男顿时停止了挣扎,人瘫软在桌上。 闷葫芦拿起麦克风说,今天这顿饭,本质上是我请大家吃的。 因为,走的是我家公司的账。 刘扎男慌了神,周董,周董,不是走公账,从我工资里扣,我请大家。 闷葫芦瞥了一眼他谄媚的样子,那刚才把红酒倒在卡卡身上的账,怎么算? 刘扎男爬到旁边桌上拿了一瓶红酒,往自己白色衬衣上倒。 闷葫芦,就这样。 刘扎男又爬到桌边,拿起一瓶白酒,一瓶红酒,周董,您大人有大量。 说完,白酒吹平,红酒从头淋到脚,一身湿透了。 李妍和台下的同学都看呆了。 闷葫芦,行啊,在你工资里扣,大家记得谢谢刘总。 另外,李妍妹妹,我劝你离这种垃圾男人远点。 刘总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卡卡跟大家说吧。 闷葫芦安排人打开投影,示意我用手机投屏刘扎男和我的聊天记录,以及我信用卡的还款信息。 我拿起麦克风,把我和刘扎男的事还原了。 四年来,他对我的Pur不断贬低我,让我为他付出。 他要上昂贵的培训课4W,让我带学费。 现在我还在还款。 他要给客户送礼,还让我出钱。 他死要面子,必须用最新款的iPhone。 我还用着三年前的安卓机。 分手后,不断在微信里贬低我。 李延听完后,冲到刘扎男面前,给了他几个耳光。 原来,在李延这里,我和刘扎男的故事是另一个版本。 刘扎男说,他和我谈了四年,我被一个扎男骗了。 卷了他两年的存款跑了,他念及旧情没追究。 所以李延每次看到我,都一脸嫌弃,还骂我拜金女。 而在同学们面前,刘扎男又编了另一个版本。 我太虚荣,总喜欢买奢侈品,他要吃不消了。 近期,他还以这个借口,向好些同学借过钱。 事实上,他就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自己大部分钱都放在理财和基金里,日常开销都是我负责。 前段时间借钱,是因为基金涨势好,拿别人的免息借款来投资。 现在一片绿,估计被套牢了。 再加上要追求李延,只好以我虚荣花销大,找同学借。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学们看到浮夸的我,一个个都嗤之以鼻。 他们以为,是我这个拜金女,让一个青年才俊去借钱度日。 终于,台下一个借了几万给刘扎男的哥们,忍不住了。 跳到台上给了刘扎男几拳。 你TM不是个男人啊。 另一个男同学紧跟,简直就是不是人。 刘扎男被搬上一群同学围住,催债,趁乱打几拳。 李延回头看了一眼,走过来牵着我的手说, 卡卡,对不起,我伤害了你。 我,没事,你也是被刘扎男骗了。 李延,这里太吵了,我先回家了。 闷葫芦,你回去吧。 这里有我呢。 刘扎男被催急了,大喊,一周之内全部还清。 一位同学大喊,现在基金一片绿,你拿命还。 刘扎男大喊,我预支工资也会还给大家。 闷葫芦,哦,刘总说要预支工资,可能不行哦。 你接个电话。 刘扎男拿起手机,接了个电话,人是不打来的, 你因为公款私用,已经被开除了,并全行业通报。 这个月的工资,扣除这场聚餐开销,还差六百,周董说他垫付。 同学们见此场景,一个个催得更紧了。 刘扎男丢了工作,没了女朋友,彻底丧心病狂。 王,王卡卡,你就是我的附属品而已。 就算我不要你了,你也不能过得比我好。 你不配。 现在,这些话已经丝毫不能伤到我了,因为它已经不在我心里了。 闷葫芦看着丧家犬一般的刘扎男,丢下了六个字,自作孽,不可活。 闷葫芦开着九百一十一,把我送回出租屋。 我看着弄脏的裙子荷包,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分期赔给你。 他,不用,留给你了。 我,不行,我不想欠人钱。 他,那行,我过几天给你安排活,你给我打工还债。 我,行,不过我还得上班,你安排的活只能在下班时间。 他,没问题。 第二天,他给我发过来一个视频,是刘扎男在会场带着李延敬酒,带着同学嘲笑我,最后对我放狠话的片段。 他说,发给你爸妈看,他们就能信了。 原来,闷葫芦一直记着,会场拍的不是照片,是视频。 几天后,闷葫芦非要给我和小芋头重新租一个房子。 他说,怕刘扎男找上门来报复。 这种人,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 那套房子就在他对门,也是他家的。 房租,和我们之前的一样,但是宽敞了不少。 还包包和裙子债的兼职,他也给我安排了。 他有个好大哥,曾总,马上要结婚了。 新娘是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小姑娘,曾总想筹备个求婚仪式,需要一个年轻小姑娘当顾问。 于是,闷葫芦推荐了我,下班时间陪曾总一起去看场地,挑配饰就行。 当然,闷葫芦也会一起跟着。 如果求婚成功,给我结算3W。 虽然不够赔裙子荷包,但是闷葫芦说可以打个折,就算3W。 这样,我就不欠他钱了。 那阵子,我忙得像个陀螺。 一下班就坐上曾总的车,和闷葫芦三个人,跑花店,挑钻戒,选车型,挑乐队。 忙活了整整两个月,终于,从流程到场地都准备完了。 我在曾总面前拍胸脯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可以在这样的求婚仪式上拒绝你。 曾总很高兴,现场给我转了1.5W的工资,剩下的等求婚成功再结算。 我立刻给闷葫芦转了1.2W。 剩下三千呢? 我,两千还花呗,一千带小芋头去吃大餐。 一周后,曾总正式求婚。 我坐在台下当观众。 我将亲眼见证,我全程参与的求婚仪式,把一个女孩宠成公主。 其实,我幻想过,这样的仪式,主角如果是自己该多好。 之前的很多次彩排,我扮演过这个角色,闷葫芦跟着我走每个流程。 有时,我会当真。 有时,我不愿承认这只是彩排。 但我只是一个智商普通,身材普通,工作普通,还欠三W外债,两千花呗的女人。 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求婚仪式? 我喜欢的乐队上台,演奏着我最喜欢的歌曲。 但接下来出场的不是曾总,是闷葫芦。 求婚的居然是闷葫芦。 我眼眶湿润了。 我又一次被人骗了。 这个闷葫芦装了一肚子的坏水。 她肯定怕我知道是她要求婚,心情不好,不好好干活,所以骗我是曾总求婚,让我踏踏实实打工,然后用我的心血去向另一个女孩求婚。 我起身,想要离开。 我不能接受这样残忍的场面,我辛辛苦苦布置的场景,被我喜欢的人献给别的女孩。 我仿佛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卡卡。 我回过神,盯着台上。 闷葫芦看着我,王卡卡,我有话想对你说。 我抹干眼泪在底下喊,有屁快放。 她,对不起,我骗了你。 我哭得更大声了,对不起有什么用? 你这个偷心盗贼,王八蛋。 她,其实不是曾总要求婚,是我要向你求婚。 王卡卡,嫁给我可以吗?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王卡卡,嫁给我可以吗? 我还在犹豫,旁边窜出来一个人。 我,曾总。 那人一脸尴尬,曾傻总,我是周总司机,你喊我老曾就行。 我晕晕乎乎走上台,闷葫芦把麦克风对到我嘴上,快说你愿意。 我,我,我愿意。 闷葫芦,那我们的账瓶了。 仪式结束后,闷葫芦问我,求婚的每个流程都是你设计的,你会不会觉得没有惊喜啊? 我,当然会,全都是我安排的,再走一遍流程,烦死了都。 闷葫芦,那结婚的时候,我让别人来安排流程吧。 我,不要,我就要自己来。 闷葫芦,真奇怪。 我,怎么,后悔了。 闷葫芦,没有,我觉得很可爱。 这个傻葫芦不知道,她向我求婚,就是最大的惊喜。 后来,我问闷葫芦,她喜欢我哪里? 她说,喜欢我抱着睡有肉,喜欢我开朗单纯。 喜欢我杀雕打闹,喜欢我爱哭卖萌,喜欢我做的菜。 原来,那些在流渣男眼里,一文不值的这些,在闷葫芦这里都是宝。 我这才明白,真正的爱,不会把你贬低到尘埃里,而是让你发现,如此普通的我,也可以如此可爱。 闷葫芦,谢谢你啊,让我从垃圾人王卡卡,变成了宇宙超级无敌可爱王卡卡。 全文完,微博发了和男朋友的合照,第二天,评论驱诈了。 一群人涌进来,骂我是纠缠别人男朋友的绿茶。 本来以为是认错了人,我删掉微博,又很快被更多人私信,缠着有女朋友的男人,还发照片歪歪自嗨,要不要脸呢? 心虚了?你爸妈没教过你什么是礼仪廉耻吗? 我活了二十年,也没听过这么难听的羞辱,气得浑身发抖,眼泪都涌了出来。 但还是强迫自己用颤抖的手指打字,你们认错人了,这就是我男朋友。 请向我道歉。 对方甩过来一张照片,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女的。 差那间,我大脑一片空白。 照片的场景应该是在一间,千TV包厢,房间被彩带和气球填满。 桌上放着巨大的三层蛋糕,一对男女在周围人的起哄下专注地接吻。 女生留着一头茶色的卷发,侧脸很漂亮。 而男生,哪怕灯光昏暗,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张熟悉的脸。 我那个所有人眼里温柔体贴,爱我爱到不行的男朋友,于琛。 我坐在桌前,浑身发冷。 好半天,才找回一点力气,慢慢打字。 我不知道你的照片是怎么来的,但我和于琛大依旧认识了,是他追的我。 继续狡辩,我们青梅竹马十几年,你不会以为趁我们异地横插一脚,纠缠他,就真能上位吧。 我不想再看对方发来的消息,退出微博,打算直接找于琛问一下。 刚收起手机,身后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转过头,是满脸担忧的室友。 宁宁,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伸手擦了下眼睛,才发现自己竟然哭了。 没事,就是看了部剧,结局必,所以有点难受。 我不想让他担心,胡乱扯了个理由,站起身来,正好下午没课,我去找于琛一起自习。 去吧去吧,讨厌的小情侣就知道刺激我们这些单身狗。 他笑着调侃了一句,并不意外的样子。 大一开学,我在一场社团活动中认识了又高又帅,还恰好和我在一个学院的于琛。 他落落大方地接近我,毫不遮掩地表达好感,追了我整整一年。 大二寒假离校时,我拖着行李箱走在小路边,被一辆飞驰而过的电动车带倒。 膝盖磕在台阶上,鲜血浸透了裤袜。 小路没监控,那人停也没停,飞快地骑车走了。 我痛得神思恍惚,几乎是下意识就给于琛发了消息。 他没让我等很久,过来后抱着我打车,一路到了医院。 包扎好伤口之后,第二天一早,又把我送到高铁站。 后来他无意中说漏嘴,我才知道,那天他本来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 为了送我去医院,他错过飞机,直到大年三十才买到回家的机票。 第二学期,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脾气温吞,于琛也是温柔体贴的人,谈了一年恋爱,我们甚至都没吵过一次架。 在身边所有人眼里,我们堪称模范情侣。 可是,微微恍惚中,我想到那些评论和私信,不由打了个寒劲。 怎么了?冷吗?于琛的声音响起。 我回过神,看到面前的他,脑中却浮现出那张照片上,他和那个卷发女生接吻的画面。 灯光昏暗下,他的眼神和唇边笑容都漫不经心,跟平日里的模样相去甚远。 看到的一瞬间,只让我觉得万分陌生。 迎着他担忧的目光,我摇摇头,合拢面前的书,低声道,我想出去走走。 于琛陪我在校园里散步,一条路走了大半,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你是不是有个青梅竹马? 他步子一顿,转头看着我,一贯温柔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情绪一闪而过,却在我还没来得及变轻时,就消失无踪。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咬着嘴唇,轻声说,前两天,我把出去玩的合照发了微博,结果有人评论我,说你是他男朋友。 然后呢?你回了他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紧绷,我没有细想,没有,他话说得不太好听,我拉黑了,也许是不想让他担心,我隐瞒了那些蜂拥而至的难听辱骂。 拉黑就对了,那个人性格太偏执,于琛无奈地笑了一下,我和他不是青梅竹马,算邻居吧。 刚高考完那会儿,他跟我表白,但我没同意,他甚至想说动我爸妈,逼着我们俩在一起。 后来他还想用割腕来威胁我,满手是写得敲我家门,我就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我听得心惊胆战,想到那些私信和评论的架势,觉得那女孩的确恐怖。 他还给我看了张和你的照片,我拿出那张吻罩给于琛看,他扫了一眼,抿了抿唇,灯光这么暗,我没去过这种地方,估计又是他在辟图。 是吗?是这样吗?宝宝,吓到你了吗? 于琛忽然低头凑近我,认真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别害怕,你既然已经拉黑他,我保证,他以后都不会再来骚扰你了。 也许是受那些评论和私信的影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上过微博,自然也没有拉黑于琛那位疯狂的小青梅。 我的生活还是像之前一样,上课,吃饭,约会,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出神,注意于琛的一举一动,眼神和表情,然后在心里和那张照片上那个神情锐利的人对比。 事情真的和于琛说的一样吗?那张照片是屁的吗? 于琛好像看出了我心情不好,清明小长假,他提前和我计划好,去市郊的温泉民宿晚两天。 可是刚到民宿放下行李,我正要和于琛一起去租御医,他的手机忽然响了。 于琛拿出手机,迅速看了一眼,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然后对我说,你先去租御医,我接个电话。 谁的电话呀? 我妈找我,可能家里有点事。 我愣愣看着她握紧手机,转身从走廊侧门出去,半晌没回过神。 虽然她动作件有意避开我的视线,但我还是瞟到了一眼手机屏幕。 来电的号码分明没有备注,而且显示的程式是记事。 可我知道,于琛的老家不在那边。 一刹间,我脑中闪过什么,指尖都开始发抖。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打开很久不用的微博,点击那个私信我的微博号主页。 IP地址显示,她人就在记事。 我像是被抽空了浑身的力气,脚下一个亮枪,扶住一旁的柜台。 不知道过了多久,于琛打完电话回来了。 她走得急,看到我,脸上露出几分歉意。 对不起,宝宝,家里有点事,我得回家一趟,这两天可能没法陪你了。 我死死咬着嘴唇,抬眼看着她,试图从那张我深爱的脸上找出什么破绽。 可是没有,她的表情无奈又歉意,依旧像从前一般温柔。 宝宝,你别生气,我打电话叫你室友来陪你好不好。 费用我来出。 喉咙就像被一团棉花堵住,张口就有近乎窒息的感觉涌上来。 不用了,我终究有些尖色的开口,你回去吧,家里的事情要紧,改天再约会也没关系。 于琛应了生蚝,低头在我脸颊亲了一口,然后转身急匆匆地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眼睁睁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才漠然回神。 微信上,于琛转来了一千块钱。 宝宝,叫你室友过来陪你玩吧,是我不好。 我咬着嘴唇,把钱退了回去,自己收拾好行李回到寝室。 室友看到我,十分惊讶。 你和于琛不是去泡温泉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吵架了。 说到最后几个字,她尾音抬高,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当然了,在所有人眼里,我和于琛都是不可能吵架的。 然而,我摇摇头,她家里有点事,所以要回家一趟。 然后自顾自爬上床躺着,望着天花板发呆。 从记忆中打捞起之前的一些细节,我忽然发现, 其实这并不是于琛第一次在和我约会的时候,跑出去接电话。 之前也和这次一样,她表现得万分自然,只说是家里,或者室友,朋友的电话,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 甚至一起上课的时候,时不时也会看到她低头回微信。 我问过一次,于琛只是随手点了个表情包发出去,就关掉对话框。 随后侧头看着我,笑一笑,没什么,我堂妹快中考了,让我回家给她带礼物。 宝宝中午想吃什么? 我性格天生温顺内敛,并不擅长表达情感,但于琛是我的初恋。 对于这段感情,我也投入了百分百的真心。 我一直以为她也如此,所以从没有过别的猜想。 然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才幡然发觉之前的种种不对劲。 心头像被一只大手扯着,揉尽无数荼钉,冰冷又尖锐的刺痛涌上来。 我深吸一口气,强忍住眼泪,又一次打开微博,给那个账号发去了一条私信,我想和你谈谈。 三,对方很快回我,谈什么? 我男朋友来找我了,又开始死气白赖缠着不放是吧? 男朋友几个字映入眼中,我心头像被刺了一下。 所以,刚才于琛在温泉民宿,接到的果然是他的电话吗? 最初那股窒息般的痛感过去后,我反而渐渐冷静下来。 忽略他难听的话,接着说,你说他是你男朋友,可是他在我面前说的是,他有一个死缠烂打的女邻居,用割腕逼着他谈恋爱。 发完这个问号后,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甩过来一串字母,加微信说吧。 我很快加上了对方的微信。 他的头像是一张自拍,日光下的海边,留着浅茶色长卷发的女孩抱着一束向日葵,笑容灿烂。 最重要的是,那张脸,的确和那张接吻照片上一模一样。 于琛的飞机半小时后落地,我人在机场,这半个小时我们可以把事情讲明白。 他说,我先说吧。 我叫李怀月,和于琛的确是邻居,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高中那会儿,他就说过喜欢我,我虽然也喜欢他,但想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没同意。 高考后,他又跟我表白,我们俩就在一起了,一直到现在。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们俩的高中同学都知道,我和他是男女朋友。 不过,于琛倒是和我说过,他在大学里有个女生,对他死缠烂打的,怎么骂都骂不走。 因为是同学,学生工作上又有接触,不好闹得太僵,我还因为这是和他吵过架。 我看着他发过来的消息,不知怎么的,竟然有些想笑。 可笑着笑着,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模糊的视线下,我点开手机相册,一连发了好几张和于琛的合照过去, 然后说,大一的时候,他就开始追我,追了一年。 大二寒假的时候,他为了送我去医院耽误了回家,开学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李怀月发来了一串省略号。 他跟我说的是,大二寒假那次晚回家,是因为帮老师搬东西,耽误了赶飞机。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和李怀月一点一点地梳理这三年来的各种异常, 才发现,于琛一直在两边撒谎,瞒得天衣无缝。 我甚至从没怀疑过他,李怀月也一直认为,我是个缠着他男朋友不放的绿茶。 如果不是他无意中刷到我的微博,不知道我们还要被蒙在鼓里多久。 说到最后,我和李怀月都沉默下来。 屏幕上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久久闪烁,却一直没有新消息再发过来。 最后,他跟我说,于琛的飞机落地了,我先去接他,晚上再联系。 好。 我收起手机,随手捞起一旁的丽奈熊,忽然想起这是之前于琛定闹钟抢了好几次才帮我抢到的, 又下意识把它丢开。 其实事情已经很明朗,他在和青梅女朋友异地恋的同时, 又在大学里和我谈恋爱,脚踩两条船,两边不耽误。 怪不得两个月前放寒假的时候,我提起想和他回家乡看看,却被他坚决拒绝。 想来,就是怕我一过去,他维持了这么久的谎言,就再也瞒不住了吧。 我盯着歪倒在床头的丽奈熊看了一会儿,又默默把他抓回来,按在怀里揉了两把。 一直到晚上十点,李怀月又一次发来了消息,他说因为他打电话逼迫,于琛才去巨市找了他。 两个人吵架后又和好,现在于琛睡在了他们学校外面的酒店里。 临走的时候,他还想亲我,我躲开了。 想到竟然为这么个人耽误了好多年,我就忍不住想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事实上,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而且天南地北的,大概率一辈子都不会认识,却因为于琛的行径,阴差阳错,被画在了同一立场。 思虑再三,最后我也只发了个猫咪拍头的安慰表情过去,李怀月没有再回过我。 我也不以为意,放下手机去洗漱。 等收拾完回来,拿着手机爬上床之后,才发现他五分钟前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对不起,那天叫上朋友那么骂你。 四,于琛在巨市待了三天,我和李怀月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演技太好了,要不是我们俩已经联系上了,根本看不出破绽。 他离开巨市那天,李怀月又跟我发消息。 在机场的时候,我又跟他提起你,说了给你发微博私信的事,你猜他怎么说的? 哈,他说那图是你妄想症发作屁的。 我有些无语,他怎么总是用这个借口? 渣男自以为是呗。 他发过来一个猫咪握刀的表情包,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 余琛回来的时候,我在学校南门等他,这三天已经足够我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表情也调整得足够自然。 他没发现破绽,反而一脸歉意地跟我认错,不好意思宝宝,说好要陪你玩的。 我温柔又包容地微笑,没关系,下个月还有小长假,但没有下个月了。 4月23号是我和于琛恋爱一周年的纪念日,我已经和李怀岳商量好,要送给他一份大礼。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我低头和李怀岳发着消息,没留神,撞到了一个人。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边道歉一边抬起头,方乐那张清秀又瘦削的脸映入眼帘。 他抿了抿唇,没有应声,越过我,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大一那会儿,方乐和我同一学院,宿舍也相邻,关系也不远不近。 他出身农村,家境贫困,申请了学校的励志奖学金。 当时于琛作为班长,是把名单报上去的那一个,但最后公事的时候,却没有方乐的名字,反而发给了另一个男生。 于琛说,是因为方乐的资料交到他手上时,报名的时间已经过了。 方乐还向学校申诉过,但没有后续。 大二的时候,他就以全院前十的成绩转专业去了计算机学院,搬了宿舍,也和我再没有联系。 我转过头,看着方乐匆匆远去的背影,回忆刚才他看到我时,眼中一闪而逝的情绪。 像是厌恶和鄙夷。 我正正地低下头,才发现手机上,因为我一直没回消息,李怀月又连发了好几条,问我怎么回事。 去食堂的路上,我简单把刚才撞到方乐的事情告诉了他。 方乐? 这名字怎么有点眼熟呢? 李怀月冥思苦想了好一会儿,接着发来了一段话。 对了,于琛跟我提过,说是一个装穷的女生,想申请奖学金,拿给她的资料是伪造的,被她发现后驳回了。 我脚步一停,不由愣在原地。 于琛给学校这边的说辞,是方乐的资料交晚了,可她告诉李怀月的,却是方乐伪造资料,被她驳回。 我心脏砰砰直跳,感觉自己似乎发现了什么关键点。 平复了好一会儿,才把这是告诉了李怀月。 不知道是不是太激动,她直接打了个语音过来,声音透着一股激动,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证据。 你要不要去找方乐同学沟通一下? 她好像,挺讨厌我的。 无缘无故的,她怎么会讨厌你? 肯定和于琛这孙子有关。 李怀月说,这样吧,纪念日计划那天,你想办法邀请她过来。 等她看到那场面,这误会肯定就迎刃而解,到时候我们再跟她沟通这件事。 我托方乐以前的室友给她,说我和于琛想邀请她参加我们的纪念日聚会。 不出所料,被方乐拒绝了。 于是我又亲自去找她,言辞恳切地请她一定要来。 于琛说她和你之间有些误会要澄清,她心有愧疚,不好意思, 所以才让我来找你。 方乐悠悠地盯着我看,是吗? 她扯着唇角,嘲讽地笑了笑,那我就去吧。 五,接下来的一星期,我私下联络了和于琛关系好的所有同学, 甚至包括几个读研的学长和辅导员, 要给她准备一份大礼,当面庆祝。 室友一脸感慨,宁宁你真是模范女友, 他们都说于琛专一又体贴,可我觉得你对她更好诶。 是啊。 我应完生,微微恍神了一瞬间,然后换衣服,下楼。 于琛正在宿舍楼下等我一起吃午饭, 在食堂打了饭,坐下后,她忽然笑着问我, 听说宝宝给我准备了惊喜礼物。 我强压下内心的厌恶,轻笑了一声, 是谁告诉你的? 说了哪里还算惊喜啊? 没事没事,他们只说了这个事情, 具体的内容可是我怎么问都绝对保密的。 她话说到一半,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我瞥了一眼,是李怀月的号码。 对,下楼前我给她发了消息, 说我要和于琛一起吃午饭, 她大概率是故意的。 于琛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脸色瞬间就变了。 她下意识抬眼望向我, 而我也配合地, 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 谁的电话,怎么不接啊? 没什么,我堂妹, 估计又和她爸妈吵架了。 她挂掉电话, 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 又加了块炸带鱼放进我盘子里。 我回去再跟她联系, 先吃饭吧。 那怎么办? 万一是急事呢? 你还是给唐妹打回去吧。 说着,我就要拿起她的手机, 屏幕亮起的一瞬间, 却被于琛劈手夺了过去。 我盯着她, 极力掩住唇边嘲讽地笑, 让自己露出委屈的神色。 干什么呀? 之前说要去你家就拦着不让我去, 现在又生怕我跟你堂妹联系, 你是不是没想过让我和你家里人接触啊? 于琛嘴唇都白了, 那张好看的脸第一次在我面前退去了温柔的面具, 露出卑劣不堪的一角。 她勉强扯出一个笑, 你怎么会这么想? 宁宁, 我只是觉得她一个小孩子, 说话没分寸的, 怕惹了你不高兴。 说着, 她伸手把我耳边的碎发整理好, 又刻意放柔了声音, 等暑假, 我就带你回家。 不生气了好不好? 动作间, 她指尖擦过我夹边的皮肤, 一阵反胃感墨地涌上来,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 回宿舍后, 我和李怀月说起这件事, 她先是和我嘲笑了一番于琛方寸大乱的样子, 接着又说, 其实我理解你, 她离开巨市那天, 在机场紧紧抱住了我。 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 她还以为我是舍不得她走。 大概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是舍不得那些过去的时光。 我和于琛认识了十年, 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她大一就开始追你了, 那时候我们的异地恋也才刚刚开始啊。 我抬手擦过眼尾, 才发现自己也掉了眼泪, 哪怕已经完全清楚了于琛的所作所为, 也决定要报复回去, 可想起这件事, 还是会真心实意地难过。 我想起大二的那个寒假, 腿摔伤后, 我疼得一直哭, 她抱着我, 匆匆忙忙跑进医院, 医生给我包扎伤口的时候, 她握着我的那只手, 也在轻轻发抖。 恋爱后, 我们第一次去看电影, 角落的位置, 一直到电影结束时, 于琛才伸手揽住我。 灯光亮起, 我偏过头看她, 发现她耳根都发红了。 都是演出来的吗? 还有李怀月跟我讲的, 高中那会儿自习课, 他们从教室后门溜出去, 并肩坐在操场看台上, 看远处天边, 火红色的夕阳染红漫天云霞, 又被楼宇和山峰一点点吞没。 高考后和同学一起去山里烧烤, 李怀月生火的时候, 吹了一脸木炭灰, 于琛拉着她到一边去, 一点点帮她把脸擦干净, 然后低头吻上去。 那是他们两个人的初吻。 李怀月的十年和我的三年, 都为一个不值得的人付出了全部的真心。 不值得, 多不值得。 纪念日那天傍晚, 夕阳还未完全沉落, 我拉着于琛去了学校最热闹的南操场。 篮球场明亮的灯光下, 被我邀请的人都已经到了, 绕着篮球场围了一圈, 里面还有方乐。 旁边还有打球的人, 夜跑的人, 此时多多少少都把目光投向了这边。 于琛一脸无奈的笑容, 宝宝, 你到底准备了什么惊喜啊? 和他关系好的几个朋友也跟着起哄, 对啊对啊, 先祝你们一周年快乐吧。 我微笑着摇摇头, 很温柔地说, 我带了一个朋友来见你。 说完, 我侧过头, 望向人群一角, 所有人的目光跟着望过去, 落在那里抱着一大树花, 穿着薄荷色短裙的李怀月身上。 于琛的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 六, 其他人尚且不知真相, 还在起哄, 惊喜应该不只是这一束花吧。 当然不是花, 而是送花的人。 李怀月走到我身边, 抱着那束花, 和我并肩而立。 我继续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李怀月, 是余琛十年的青梅竹马, 也是他三年异地恋的女朋友。 现场忽然一下变得十分安静。 夕阳最后一丝光芒被吞没, 骤然降临的暗色里, 操场更多的路灯亮起来, 把这里照得像是一处戏剧舞台。 在这个我和于琛恋爱一周年的纪念日, 我觉得, 给他准备什么样的礼物, 都不足以回报他这两年来, 两边隐瞒, 遮掩, 无时无刻不再说谎的辛苦。 毕竟一方面瞒着青梅竹马的异地恋女朋友, 一边追求大学同学, 还要同时和两边谈恋爱, 是一件多辛苦的事情啊。 我说着, 从李怀月手里接过那束话。 他两步跨到于琛面前, 笑笑地看着他。 于琛, 你之前告诉我, 你在学校里有一个没说过几句话的女同学, 对你穷追不舍, 怎么骂都骂不走,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好像叫向秋宁。 我接话道, 你也跟我说过, 你有一个单恋你很久, 表白被你拒绝, 还被你拉黑所有联系方式的小青梅, 叫李怀月。 现在, 李怀月和向秋宁都在这里了, 说说吧, 哪种说法才是真的? 这一番话质地有声, 篮球场边围了越来越多的人, 看向于琛的目光都带着恍然和鄙夷。 他面如死灰, 嘴唇颤动着, 好半天才道, 不是。 李怀月毫不退让地追问, 什么不是? 是他说的事实不对, 还是我说的事实不对, 还是你于琛也觉得自己太他妈不是个东西? 你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有本事呢? 两头满两头片, 怪不得宁宁说想跟你回家看看你不让, 我说要来你学校找你玩, 也被你拒绝, 你他妈还要不要脸。 于琛, 我们认识了十年, 你但凡有一点真心, 说到最后, 他眼眶发红, 尾音也带上了一丝颤抖。 从之前李怀月找了一堆人来微博骂我就能看出来, 他其实是冲动又暴躁的性格。 我很相信, 如果不是因为有法律的束缚, 他现在很可能已经冲上来给于琛一刀了。 那双漂亮的眼睛里, 如今被风锐又浓重的情绪填满, 于琛像是无法承受, 转开目光, 看向我。 他声音里几乎带着一丝哀求, 宁宁, 别这么叫我, 我嫌恶心。 我很平静地看着他, 目光一寸寸掠过他眉眼, 一点一点, 像是要对过去那些记忆, 做最后的尘封和了断。 于琛, 从小到大, 我一直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和你谈恋爱, 就是最错的一件。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我被你表演出来的爱意所打动, 做了另一段感情中插足的第三者。 但我不觉得羞耻, 哪怕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件事, 因为我自始至终都被你蒙在鼓里。 你可能一直觉得自己很高明, 甚至为我和李怀岳被你耍得团团转而沾沾自喜。 今天请来辅导员和各位同学,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亲眼见证, 你这个一直以来的优等生, 班长, 学生干部, 其实人品堪忧, 道德败坏, 感情不忠。 于琛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度难堪, 他妄想站在篮球场边, 神情严肃的辅导员, 看都没再看我们一眼, 转身穿过人群, 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我没有追上去, 只是站在原地。 春日傍晚, 风中带着一丝湿润的暖意, 环绕在我身周。 被压低的嘈杂议论生理, 李怀岳把怀里那捧向日奎递过来, 祝贺我们, 重获自由。 七, 当天晚上, 事情就在学校表白墙炸开了锅。 接下来几天, 舆论持续发酵, 却渐渐从对于琛这个渣男的讨伐, 变成了对我的质疑。 像秋宁和于琛谈了这么久恋爱, 她就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我怎么感觉她是知三当三, 只是事情都不住了, 所以抢先一步跳出来做好人罢了。 我也觉得, 你看他们谈的时候, 于琛一直对向秋宁很好, 她就算知道了, 也装不知道吧。 那个小青梅才是真可怜, 一直被蒙在鼓里, 看起来就是那种脾气很急, 但又很单纯的人, 估计被她哄过去了。 室友看到这些言论, 截图发给我, 气得嘴唇都发颤, 明明是于琛那狗东西不做人, 怎么你勇敢揭露她的真面目, 倒成坏人了? 我沉默片刻, 情理之中的事情, 你性格冲动, 可别去和他们吵架呀。 室友点点头, 又拍着我的肩膀说, 宁宁, 你也别太难过了, 为那种人不值得, 又怎么可能真的不难过? 我出了宿舍, 在附近的咖啡厅找到李怀岳, 坐下后, 提了两句表白墙上的内容。 她一下就急了, 怎么又搞受害者有罪论那套? 我和你都被渣男骗了, 怎么还要挑拨我们的关系啊? 我去给你们学校投稿, 我伸手按住了她掏手机的动作, 没必要, 等留言平息了, 这事就没人提了。 何况之前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 我就猜到会有这种走向。 没事, 比起我, 真面目曝光后的于琛, 才是真的在学校混不下去。 一直以来, 于琛在所有人眼中, 都是温和礼貌, 家教良好的学霸形象。 事情被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后, 她转身离开操场, 静止出了学校, 一直到今天都没再回来过。 昨天, 辅导员找我了, 我把话题拐回到正式, 学院那边已经撤掉了于琛班长和其他学生干部的职位, 但关于撤销之前的平忧和保研名单的影响, 他们说感情毕竟是私事, 没办法做这种处理。 什么叫私事啊? 就正一个两面三刀的渣男, 你们学院还打算给他选成代表不成。 李怀月不满地抱怨了一句, 又有些颓丧, 我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揭露这件事, 不就是希望能对他做出处分吗? 现在这样, 不痛不痒地撤了学生干部的职位, 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我没有应声, 一旁却忽然响起方乐的声音, 所以,我来帮你们了。 出门前, 我特地联系了他, 约在这里见面。 方乐在我身边的位置坐下, 开门见山。 大一的时候, 我申请励志奖学金, 因为家里父母不懂, 快到截止时间我才拿到需要的资料, 当天就赶着给于琛送过去了。 我还在微信上给他发了消息, 他一直没回。 直到名单出来, 才说我的资料送晚了。 我当然不服气, 就自己去调查, 最后发现那个拿到奖学金的男生, 一直和于琛关系不错, 名单出来后还请他吃过饭。 而且那人家境挺好的, 按理来说, 没资格申请这个奖学金。 再往后, 院里的老师就找我谈话了, 说我未来前途无限, 没必要为了一次奖学金的评选断送前程, 我就知道这是肯定是没结果了。 大二我转专业后, 有次在咖啡厅打工, 听见那男生和他朋友说话, 说他爸妈答应了, 只要他能拿到平优平奖, 就给他换辆车。 说到这里, 方乐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灵力的神采。 他还说, 于琛真是个讲义气的兄弟, 二话没说就托自己在学院里当老师的小舅妈, 帮了他这个忙。 对面的李怀月一下子震住, 于琛还有亲戚在大学里当老师。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也没跟我说过。 我和李怀月对视一眼, 忽然意识到, 在我们面前那个温柔深情的男朋友, 只是于琛众多面具的其中一副而已。 更多的, 他的真实面目, 还藏在暗处, 像是海面下的冰山, 如果不是这一次揭开一角, 大概永远也发现不了。 方乐说, 他很清楚自己人单力薄, 还要靠学校毕业, 原本是打算毕业答辩之后, 再向学校举报这件事。 但现在, 既然我和李怀月打算从于琛的保研资格上做文章, 他也要把这件事拿出来, 给天平上再加一重砝码。 很快, 我和方乐整理资料, 写了一封针对于琛的实名举报信, 直接交到了学校总教务处。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把这封举报信上传微博, 并爱特勒兹市教育局。 事情闹大后, 学校针对当初励志奖学金的评选事件展开了重新调查, 最终确认了于琛利用班长职权和亲人的教师职位 迅思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 撤销了他之前的评优评奖, 取消保研审查资格, 同时寄过计入档案。 而他在学校里任职的小舅妈, 也因为这件事失去了评选副教授的资格。 至于那个伪造资料评选奖学金的男生, 也得到了他应有的处分。 学校里的舆论很快赚了风向, 没人在讨论之前那段感情方面的事情, 反而都开始议论于琛的讯思行为。 而上次那个说我执三当三的人, 很快又给表白墙投稿, 说我公报私仇, 利用学校的规章制度为私事出气, 还说我罪毒负人心。 这一次, 连很多吃瓜群众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在评论区指责这人。 李怀月还去表白墙投了稿, 我说这位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低等动物, 打击特权逊思人人有责, 维护公平秩序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谁能像你想得这么阴暗呢? 还公报私仇, 于琛那人扎配吗? 这是不是他做的, 还是怎么这样? 那人被对的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 没过几天, 就有人通过账号关联扒出, 那个投稿人正是于琛的小号。 我最后一次见到于琛, 是在期末考试月快要开始的时候。 那时风波已经停息, 李怀月也已经回到巨市准备他的考试。 我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撞见了于琛, 他拖着两个行李箱, 看起来阴沉了很多, 浑身散发着一股颓丧。 之前就听说, 学校的处置下来后, 他便申请了休学一年, 保留学籍, 打算明年九月再接着回来读。 看到我, 他一下子站住脚步, 那双曾经温和清澈的眼睛里, 涌上了浑浊的怒气和怨恨。 他哑着嗓子问我, 我有哪里对不起你吗? 在一起这一年,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就算你发现了李怀月的存在, 为什么不能和我说? 我可以补偿你, 我们好聚好散, 谈恋爱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你联合方乐去找学校举报我, 你又能得到什么? 我被他的理直气壮整笑了, 能得到快乐, 不行吗? 于琛, 认识了三年, 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无耻? 你自己撒谎, 脚踏两条船, 做出滥用手里那点小权力的破事, 怎么还怪别人揭穿你? 他阴着脸看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了很多的缘故, 那张微微凹陷的脸, 配合阴沉的神情, 看上去有些骇人, 我不由地警惕地后退了一步, 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机, 但于琛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做, 他拖着行李箱, 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学校, 我往前走了两步, 鬼使神拆地停下, 转头看向他远去的背影, 夕阳呈红色的光从枝叶缝隙照下来, 不知怎么的, 让我想起过去恋爱时的很多画面和片段, 微微恍惚, 那时的快乐和雀跃是真的, 得知真相后的难过和厌恶也是真的, 无论如何,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将来的人生还有很长, 一切都是未知,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我和于琛大概率不会再有交集了。 八, 期末考试结束后, 李怀月主动给我发消息, 问我要不要去他的老家恩氏晚安。 之前, 我一直想去G市, 上次就去过了, 你不是一直想来恩氏晚安, 我来招待你, 就当, 补偿出自网络会晤, 骂你的那份愧疚吧。 我无奈地说, 不是道过歉了吗? 怎么老提这事? 没办法, 心里过不去, 午夜梦回想起这事, 尴尬地在床上抠脚趾睡不着。 我不管, 你得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 我答应了李怀月, 那个夏天, 我和他坐在恩氏南郊一家仿谷的甜品店里, 用小勺拨弄着面前碗里的千层。 李怀月突发感慨, 其实当时发现你的存在, 又被于琛那么编造之后, 我在心里疯狂幻想, 见了面要如何挽着他的胳膊, 跟你耀武扬威, 如何打小三, 如何警告你不要再靠近我男朋友。 事实上, 加了好友就发现, 有错也是男人的错, 你一直被他蒙在鼓里, 你又有什么责任呢? 我犹豫了一下, 把那天在学校里遇到于琛的事告诉了他。 果然, 李怀月被气到了, 谈恋爱是为了开心, 最基本的忠诚和专一都做不到, 说什么屁话呢? 我给他一个大耳瓜子, 我更开心, 他倒是让我打呀。 我忍不住笑道, 放心, 我已经当面替你骂过他了。 回想起来, 那天当着于琛的面对他, 其实不像是我从前的性格能做出来的事情。 认识后的这两个月, 我也多多少少受到了李怀月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没有再说话, 安静吃完了盘子里的蛋糕。 李怀月说, 要带我去江边看烟花表演, 稍微休息了一下后, 我们就出发了。 那天晚上, 我们站在江边, 倚着栏杆, 看了一整场绚烂的烟花。 阵阵声响里, 有湿润微凉的夜风从江面吹过来。 他就站在风里, 笑笑地对我说, 于琛这人虚伪又烂情, 三观扭曲, 作恶多端。 他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 可能就是阴差阳错, 让我们认识了吧。 我弯了弯唇脚, 嗯, 我也觉得。 全文完, 被暗号, YX11, XB93, DM,